節目開始 上菜啦 記得訂閱 十一點熱炒店YouTube頻道喔 十一點熱炒店最厲害 不嗆不辣不上桌 不得了了 真的是太OMG了 節目開播到現在 終於請來的比我還大咖的人 比你還大咖 應該就是跟你一樣 大名鼎鼎的人物吧 我跟你講這一群人一出場 大家一定會為之震撼 他們最近一檔新戲 播到現在應該差不多18集了 轟動全台灣 特別是怎麼樣 因為他們這個戲 是以法律作為題材的 感覺很硬對不對 但是能夠拍得如此 絲絲入扣 能夠拍得如此引領人心 演員算是功不可沒 對 很重要 然後大家透過這個戲劇 也會多加了解一些法律的嘗試 沒錯 好 我們幾位大咖 已經來到現場了 是的 讓我們趕快來歡迎 正義的算法的五位演員 來 歡迎 歡迎陳柏林 郭雪芙 阿喜 侯燕熙跟陳雪珍 歡迎 來 再次給他們掌聲鼓勵 接叫聲 真的很難得 你可以在這樣子的節目 然後看到這麼多優秀的演員 一字排開 對 學芙來第二次 對 上次 還滿愉快的滑燈出上那個時候 那個創下我們YT 大概就是點閱排名前幾名的 對啊 柏林第一次來 對 第一次 不會害怕 有點緊張 剛剛錄影前柏林就問我說 陳柏林姐待會兒多多照顧我 所以沒關係 玉琳哥就一定會亂講 你就跟著他亂講 對 這個戲要介紹一下 因為播到現在呢 台灣引起那個相當大的狂熱 但是不厭其反正跟大家 再推薦一下這部戲 OK 正義的算法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在 DISNEY PLUS上映了 然後現在應該是連載到18集 對 18集 然後這其實算是一個 比較輕鬆的律政喜劇這樣子 裡面會有一些法律的案件 然後還有一些嘗試 還有 還很多耶 換妳 應該說輕鬆有趣 大家就是茶餘飯後可以看的劇 那阿喜 參加這部戲感覺怎麼樣 我基本上就是原本以為 我要去演一個律師 沒想到又要AKA當水電工 又要當這個會計律師 就是我各種就是 什麼事都得做 就是比較沒有做到律師該做的事 比較全能的角色 對 跟偶像拍戲會不會有壓力 還好 因為我這算 這次算是我第二次跟波琳哥合作 然後 因為我在前一部戲的時候 其實就跟他滿熟的 也有一些默契在 妳跟他滿熟的 對啊 他還有跟你很熟嗎 有 有 感覺良好的 第一次跟男朋友合作 阿喜是還好 因為他本身給我的感覺就是 比較ㄎㄧㄥㄧㄥ的感覺 很好相處 學夫就是會稍微讓我比較緊張一點 因為畢竟 學夫讓妳緊張為什麼 畢竟他就是一直都是一個 非常完美的形象在那邊 女神 對 那老師的話就不用說 就是因為他就是 抱著學習的心態 對 老師畢竟是老師 就看可不可以從中偷學一些什麼 叫我老師了啦 練習得把他教勞 對啊 對啊 好 我剛剛是得到一個答案 因為這個困惑我50年了 我們也經常拍照 但是 擺進各種姿勢 拍起來就是 令人失望 我剛剛看柏林在拍照 我發現他的站姿跟我也是一樣 因為他好像也是 就這樣而已 這樣而已 真的嗎 所以應該就是長相的問題 所以應該是人的問題吧 對 很能聊天 對 頻率很對 彥希 你跟他很熟嗎 你跟他 你跟他很熟嗎 第一次 你越來越沒大沒小了 OK 抱歉 抱歉 我跟你講 真的 柏林我們兩個一起來 因為我剛剛在模仿他的 因為 真的嗎 因為你拍照好像就是都這樣而已 對不對 就手搭口袋 對啊 誰願意舉你這樣的 玉琳哥 為什麼就像B.A.3 不用了 沒有比較 沒有像 沒有 你就是像爸爸而已 所以我跟你講 很多人也跟我同樣疑惑 奇怪為什麼網美拍這麼漂亮 我們拍得就不OK 不要再去糾結這個問題了 沒有人糾結 大家都看得出來 就是長相的問題 OK 正義的算法 憲政熱應中 大家就密切關注 絕對不會讓你失望的 今天來 我們當然會聊聊一點不一樣的 是 來 我們先 就先請回座休息一下 謝謝 來 好 既然跟法律相關 勢必也要邀請法律界的人士 來 我們歡迎兩位 法律界的代表 簡大維律師 歡迎律師 劉瑋婷律師 大家好 歡迎 OK 他們是正牌的律師 他們是真正的律師 不是律師的演員對不對 而且玉琳哥剛才一講話 我就覺得我可以代表很多人告你 為什麼 你怎麼每次都要告人 你每次來都說要告人 我一來 你剛才節目一開始就說 沒有人比你大咖 之前全部都比你小咖 應該一下子就一堆人可以告你 你懷疑這件事情 本來就是這樣 台灣比我大咖的也沒幾個 好 是這樣 因為我們幾位優秀的演員 大家知道演員平常的生活 就是體驗各種角色 對 泛夫走足 三教九流 士農工商 現在又要演醫生 要演律師 要演青森 又要演各種角色 大家就誤以為 他們的生活經驗非常豐富 其實不然 我認識演員十個 有九個是什麼 妳知道嗎 不是 我們要叫他生活白 生活白紙 就是在生活當中跟一張白紙一樣 我以前當過經紀人 有的演員 離譜到什麼程度 他們不曉得 禮拜天說要去領錢 要去銀行裡面領錢 很多藝人 因為在生活當中 其實有很多工作人員 會幫我們做好身邊的一些 生活上的事情 燈泡不會換 他們就是生活上面 好像這方面 你會換燈泡 我當然會換燈泡 我厲害到什麼程度 我是整個跨坐在鋁梯上面 我換這個燈泡對不對 我還移動 去換另外一個 因為人 就像真的那個專業水電師傅 會用那個鋁梯走路的 柏林 你會換燈泡嗎 會 你會用鋁梯走路嗎 不會 下次玉琳哥教你 來 柏林 生活當中有什麼 大家認為一定要會的事情 偏偏 你沉柏林就不會 我不會 就是不會用針線就對了 對的 對 這很嚴重耶 你會嗎 你會嗎 很多男生都不會吧 對 我真的不會 對 我會 你會 我家政客滿高分的 真的 你會縫布娃娃嗎 會 你會縫布娃娃 所以縫紉機那些你都可以 縫紉機以前有用過 真的假的 你會縫紉 而且縫布娃娃要是 要先把它反過來縫 縫完之後再翻過來 它就不會有那個 然後再刪棉花 對 一般會這個人 都會躺骨症 你也會 為什麼 為什麼 那個都是一隻的 做女工 然後 有一次我不知道去哪裡 然後也是 就是可能新的褲子 然後褲子都會 怎麼說 它的那個 褲子比較鬆 對 然後就不見了 然後我整天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抓著褲子 在外面這樣走路 就很糗 人家以為妳在耍帥 對 看起來 因為他做這個動作還是帥 對不對 OK 其實不會扣子 也不是什麼大毛病 因為 我會縫扣子 我是剛好會 但是很多男生是不會的 對不對 來 學夫 不會什麼 日常生活中 大家都會的 然後你不會 電腦 我不會 電腦的功能 我可能只會打電動 就是電腦不是有很多 什麼文言 文言 什麼意思 或是收電郵 所以電腦對妳的意義 電郵可以 就是打電動而已 對 就是可能比較基礎 可能大家會使用的功能 妳也不會用電腦打電動 不會 電腦 不會 你只會獨自 其實我也不會 對啊 我一直念到 念到幾年級 念到四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學校才開始 電腦普及化 所以我剛好錯過 關進的那一年 那我開始上班以後 我就很快 我就變製作人了 因為 所以你也不需要會 就有人會幫我打 所以電腦對我來講 就是很陌生的東西 有時候我老婆幫我開好機 對不對 我就玩 每次類似的 找有什麼好玩的遊戲這樣子 此人了 不知道怎麼關機 所以我後來就 簡單且粗暴 那還好我會關機 關機會 對 這樣就關 然後要開機 再把它插回去 這樣電腦很容易壞掉 你到現在還是這樣嗎 後來我就放棄 我就都不搞電腦了 所以你那些粉絲也有葉佩文 我都是用手機傳的 手機很方便 用手機就可以了 因為像LINE也是 因為我之前以為 就是手機有LINE 可是我不知道原來 它可以在電腦上使用 所以我妹在用的時候 我說 為什麼LINE可以在電腦上面 我第一次發現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也覺得超神奇的 而且就是超方便 因為我會覺得 為什麼別人的LINE 或WhatsApp打字那麼快 因為你用手機 不可能按那麼快 對 那妳們就是不知名間疾苦 普遍上班族都是這樣 他們上班的時候 要邊打電腦 他們就是邊打電腦 邊來回LINE 所以他們那個打字速度飛快 我覺得因為我們的生活 或我們的工作 比較沒有這個需求 阿喜 妳不會做什麼 我會換燈泡 也會用鐵梯走路 妳也可以 我可以 就是夾著旅梯走路 這個妳不行嗎 我沒有試過 這很多人都可以 這個妳只要願意學習 妳只要有心 人人都可以成為走旅梯的 他有 對 他有訣竅嗎 就是腳步核心 因為妳要用腳的力量 去夾那個東西 內大腿那邊 大腿內側 我當時就是一個 逞一個英雄主義 要讓我老婆看得起我 因為我老婆覺得好像我就是 就是比較文弱書生這樣子 所以我就每天苦練 我最高紀錄 我家住內斧 我家的那個走到天目 我家的那個走到天目 亂講 你上膠流到 是 搞什麼 真的靠旅梯來 真的 妳是吃百年換腰嗎 這剛好有 真的會嗎 走到天目 這才短短的 很高 妳不要再無聊 妳有辦法嗎 玉琳哥 加油 阿璇妳不是可以嗎 我今天穿得太高了 妳要不要測試看看 我今天不方便 我怕高 我騎得是太矮的 我幫妳提服 沒有 我因為最近比較 沒吃香蕉 所以我現在腳在抽筋 下次 下次我拍影片 現在攝影棚這個地這麼滑 而且這個也太高了吧 這太高了 因為家裡的一般就是 這個那麼高 這很猛 我跟你講 家裡面的差不多就到這裡而已 對 那個可以 搞這麼高 你知道旅梯只要 這個高度以上 每多十公分 就是我們體感會多十公尺 那我下次如果有機會再來的話 我再帶這個 差不多這個高度的旅梯過來 不用 好 一句話 如果你這樣講話 下次你沒有機會來了 好 開玩笑的 這個燕熙不得了 他今天是完完全全的 他衝著我來的 他見不得我好 真的還弄來那個 我剛剛講說奇怪 他怎麼錄到一半人會離席 我以為他忙成這樣 對 我以為他去趕下一個通告 對 他去上廁所 他去為你 結果去搬女梯 像後 那種東西是可以練習的 是真的 但是有一些東西 你譬如說 你天生的方向感就不好的 這種 就完全沒有辦法改變 所以我小時候只要出門 要去搭各種車 就是 我只要一出我們家的社區 我基本上就不知道方向了 我所謂的我們家的社區 就是我們家這條馬路 跟隔壁巷 還有右邊的隔壁巷結束 然後 就在那個小小的範圍裡面 對 那個範圍裡面 所以我只要搭公車出去 我就會一直很緊張 所以我爸小時候就會給我 非常多十五塊 因為我一定會搭錯 就很多十五塊 然後搭錯再搭 搭錯再搭 對 會不會就是 就是那幾個地方 一直往返這樣 對 所以我可能 妳這個在靈異學上面叫做 我是地芙林 可是我可以了解 因為我也是方向感非常差的人 就是譬如說 來到這邊工作 已經連來好多週了 我只要一出電梯 我一定是先走錯的方向 對 對 我只要一出電梯 我只要被關到一個密閉空間 再出來 我都是一定是往錯的方向走 我剛剛又是上了 TVBS的男車 我每次走過來 我就是上錯間 但是這些東西也是 妳可以就是慢慢看 反正再怎麼走都會到 所以我就是公車 捷運 可能都是平常有在坐 我就可以慢慢練習的 比較知道位置在哪裡 但你們大家會坐火車嗎 火車真的很難耶 就對我來說就是 夕燕妳會坐火車嗎 會啊 這很簡單 就是妳只要去對那個 他最後一個那個車號啊 車班式 對 而且他會寫第幾月台 我覺得火車比較簡單 可是還有兩邊耶 對 我知道 所以他的月台 那邊是第一月台啊 第二月台啊 第三月台啊 第四月台這樣 對 我有個朋友也是這樣跟我講的 而且他還說 很方便用那個悠遊卡就可以進站 然後我就是要用 原本妳拿健保卡 對 我是拿悠遊卡 只是我投錯票口了 妳投去哪裡 因為它有一個可以吸進去 然後會撿一個洞的那個地方 我就把我的悠遊卡放進去 我第一次聽到那個機器 發出一個很大的聲音 然後那個月台人就先跑過來 拿出他身上的鑰匙打開 然後他就已經卡爛在裡面了 妳也是 就是 把那個票拿出來 以前高速公路不是有收費站嗎 我們剛學開車的時候不懂 妳知道嗎 就是我們到收費站前下來 然後窗戶不是會打開嗎 我還跟他 然後他就車就開走了 以為遇到粉絲是不是 所以妳把悠遊卡投進不對的地方 對 我對不起那個站長 對不起 所以到現在還是不會坐火車 我現在只要去坐火車 我就會開視訊全程說 好 我現在要投票囉 好 我現在要走到那邊囉 我要上右邊的電梯 還是左邊的電梯 然後我朋友說 妳旁邊有什麼 我就說有7000 這什麼 都我看不懂方向 好不可思議喔 OK OK 對這個沒辦法 沒關係啦 妳現在也不用坐火車啦 吳尊不是買新車的 柏林妳知道吳尊買新車的是不是 我有搜尋啦 因為我是看柏林充滿疑惑 妳該不會不知道 她跟吳尊在一起吧 我是 妳已經說了好嗎 我們到底是來這裡幹什麼的 主題到底是什麼 不是 妳真的知道還是不知道 妳問他 妳不會問我 學芙妳知道他們兩個在一起嗎 我不知道 妳不關心他們的事情 沒有特別講啊 所以經過這一輪 妳發現雪芙還是比較機靈 柏林就是很老實 對 她會說 我可以輸嗎 雪芙老師 不知道他們的事情嗎 Cue到 妳知道他們的事情嗎 我看新聞 但是有點不太確定 新聞是在搞笑 還是真正的 對 是真的啦 是真的 對啊 怎麼要亂 妳本來以為 她比較適合 文萊那個吳尊對不對 但是就是這麼巧妙 對 她偏偏喜歡 台灣的吳尊 真真 對啊 OK啊 大家都很祝福啊 好 來 所以 不會坐火車 真的輸了嗎 好 不會 不會坐火車 不是只有妳的問題 不會上月台 對 其實我也不會坐火車 因為 我不會坐火車 不是有方向感不好 是 小時候就家裡窮 沒有錢坐火車 我們那時候上學 是坐牛車 是真的 在哪裡上學坐牛車 嘉義 所以我是水上香之光 有皮鞋 捨不得穿 因為就那一雙 所以我們是掛在脖子上面 然後赤腳走去上學的 三餐不計 還要等 因為那時候豬是高經濟的動物 可以拿來賣錢 所以豬要先餵飽 豬吃飽了 人才可以吃 所以每次知道豬吃 剩下我才可以吃 我加入你們好了 我加入你們 在這邊 妳沒過過那種生活嗎 律師這樣可以告他嗎 可以告他嗎 其實剛剛真的有很多可以告他 那個梯子 他根本沒有辦法漏 對 整集都廣告不適合 對 因為導航聲音都無聊 他講得滿催眠的 我建議你們去買那種 市面上有一種導航就是 他聲音比較有趣一點 一般就是說目的地位 位於 左前方對不對 對 他也是哥哥 目的地要到了 然後妹妹在等你 我覺得劉律師很想要 沒有很想要 而且我覺得如果他太太坐在旁邊 應該會非常生氣 太太在的時候 就是要用搜尋搜尋 等一下 記得要訂閱 開啟小鈴鐺 支持十一點熱炒店的YouTube頻道 熱炒店 好 那 燕熙 燕熙 生活當中你不會什麼事情 我是誤會電梯的使用方式 就比如說 我今天在一樓 我要上樓 然後電梯 如果它在五樓好了 那我要上樓的話 我那時候都會按下 就按下 就是有一種 叫計 對 叫計程車的概念 說來電梯下來 把他叫下來 對 我以前一直都是這樣子在使用 很多人有這個毛病 對 然後只是有 知道有一次是跟朋友一起搭電梯的時候 我才發現 原來是要 就是依我們要去上還下來 去按那個電梯 而不是說 電梯你要上還是要下 這樣子 現在懂了 那懂了 所以大概到幾歲的時候 大學的時候 就是從小到大到大學 才發現這個真相 對 跟朋友出去的時候 那你大學以前的日子怎麼過的 都跟人家按顛倒 我以前都 還有吃 馬上被帶壞 來 好 雪蓁 雪蓁老師 你什麼 不會 我到現在 我都不會自己畫眉毛 那現在這個眉毛 現在的眉毛很美啊 對 我 對 化妝師都幫我畫 對 然後有一次就是 跟星儀對象約會 我想說 那我也來畫個眉毛 因為每次化妝師都幫我畫眉毛嘛 然後我就拿睫毛膏塗 然後就 哇 好粗哦 我變蠟筆小新這樣子 我就發現 原來不能用睫毛膏耶 對 可是 眉毛大家都不太會整理吧 真的嗎 所以不是只有我 我覺得不要 就是你不要執著 因為我之前有整理過自己的眉毛 但是我是想說要用拔的 因為我的眉毛粗又硬 所以我就可能有點視差 所以就 從我的這個肉上面 可以直接拔掉一塊肉 妳要不要拔我就不拔 哎呦 所以到現在我現場 我今天應該是有折 他就是會有一個拔 每次拍戲導演就會說 那個化妝師 他那邊眉毛有一個髒髒的東西 那是我的拔 就直接一塊皮被拔下來 因為我還重複拔過同一個地方兩次 所以後來我就自己不修正眉毛了 嗯 雪茂應該就很會畫眉毛吧 有練習 因為對女生來講眉毛很重要耶 很重要 妳是會自己化妝的那一種嗎 有這個才能嗎 會 但是沒辦法像化妝師畫得這麼精細 就頂多就是塗一塗 就看起來有化妝這樣子 就是淡淡的那種 好 律師 律師應該很厲害吧 律師應該什麼都會 但重點是 妳不會什麼事情 關我們什麼事 就是讓他們參與一下啦 律林哥 我真的是覺得 只要人越專業 就越會生活白痴 很多都這樣 你看喔 台大的博士對不對 竟然會被詐騙集團騙 他就沒有聽過 律林哥 這件事我也發生過 你也被詐騙過 你是被新人跳吧 沒有 真的差一點被詐騙 那你不要講是詐騙 連法官都被詐騙過 法官也被詐騙 對 其實你只要人越專業 專業能越好 就越生活白痴 而且他們被詐騙都不敢講 因為他們看起來很專業 是啊 那個不是因為人專業問題 那是人有貪念 沒有啦 其實律林跟我講這些話 就是要安慰所有生活白痴 你們都很專業 好 我也分享一下我自己 就是我自己呢 當律師嘛 所以有時候像買東西啊什麼 我自己其實不太會去買 像網路購物這些 我都是 這個東西不錯 然後就叫請我太太去幫我買 那有一次我就心血來潮說 有一個電動的螺絲起子 他可以用電動就按一按 他就自己會轉 那很好啊 我就趕快 上網就趕快下單去買 所以你也會用旅梯走路 我就沒有想要做這種 廣告不實的行為 所以旅梯走路 他不會旅梯走路 但他會換機油 什麼機油 用木梯我可以考慮 旅梯難度 刀梯呢 刀梯 刀梯指定 你才可以 結果我跟你講 我就買那個 妳本來要講什麼 我就看一個 買一個電動螺絲起子 我就覺得這個東西很便宜 然後看起來功能不錯 幾百塊 我就下單去買了 然後下單買 我就跟我太太說 你看 我第一次會網路購物 我已經下單去買這個螺絲起子 然後我太太就問我一件事 你有沒有認真看這個廣告 它只有螺絲沒有起子 裡面那一根起子 還要另外買 我說哇塞 我說第一次網路購物 就感覺受騙上當 所以只有螺絲沒有起子 對 只有這一個電動的東西 那你如果買那個頭 要另外買 還有這樣的 換磚頭就對了 對 磚頭要另外買 那你沒有去告他們 說真的 我只能怪我自己 怕丟臉 怕被法官笑 那不敢講 因為它上面真的有寫 沒有附磚頭 只是小小的而已 簡律師你看起來也精明幹練 你也有不會的事情 對 我不會看Google Map 就有一次我 Google Map我不會看 有一次我開車去宜蘭法院 那法院它是一個方形 通常都是這樣 那我那時候是因為導航關係 開到後面去 法院的正後方 它的那個路是F字形 所以有一條 有一邊是沒有路的 我那時候是開到F的 那個第一行的中間 所以我想說 我要找到法院正門口 它的正門口在F的結尾 那我那時候想說 開個Google Map 想說那這樣子 因為我不知道 我是要往前走 還要往後走 才能繞過那個沒有路的地方 然後我那時候看Google Map 就看這個圖 這個是面對上面還是下面 上面 上面 對 沒有 我覺得是下面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它就像彗星一樣 這個就是彗星的尾巴 所以是往下走 然後我那時候 你跟它一樣 那你電梯會在上下嗎 這個我倒是沒這個問題 那時候我就奇怪 你該也不會坐火車吧 我會坐捷運 那時候我就是一直走不到路 彗星 你好浪漫 然後那時候想說 怎麼辦 你是不是也不會縫扣子 我會往 這是我自己縫上去 它之前掉過 你一定不會畫眉毛吧 我還真的不會 律師都這樣子 我們就放心了 對啊 你看律師都這樣 對啊 那後來我就想說 真的來不及要開庭 後來我怎麼樣 然後就從法院後面翻下去 然後你知道我落地 走進法院第一個去的地方 就是法警室 沒有 可是不是因為我行跡可疑 是因為那個實在是滿高的 然後我下去的時候 我這邊整片刮傷 對 超級痛 就是因為看不懂Google Maps 導致用翻牆 所以從此之後 我再也不用Google Maps了 那你改用什麼 就 用牛車 沒有 身上差滿見你 我聽聲很會看導航 從有導航以來 我是真的很厲害 我後來 很多人不是一直看著地圖 其實這樣也滿危險的 我到後來都不用看地圖 我聽聲音我就會了 聽音變位這樣 對啊 導航 他在跟你講 說前面右轉幾百公尺 他講三百公尺 以前無法判斷三百公尺是多遠 其實久而久之你就知道 大概那個地方就是三百公尺 然後因為導航聲音都無聊 講來講得滿催眠的 我建議你們去買那種 市面上有一種導航就是 它聲音比較有趣一點 就是比較那種 怎樣 就撒嬌那一種 導航也要撒嬌 他怎樣撒嬌 沒有 一般不是說 若是可能前方請回轉 一般就這樣講 如果是我那種導航 哥哥 最好市面上有這種 有 叫什麼名字 前方要記得回轉 妹妹在路邊等你 你聽了是不是心情就好多了 真的啊 真的有這一種 柏林你要嗎 我買給你 沒關係 我不用 還好 你要啦 你不要在這邊裝了 要不要 可是這樣子就會感覺 沿路心情都很好 心情都很好 你啦 對 沒有 大家心情都很好 然後要到目的地一般就說 目的地位於左前方對不對 對 他也是哥哥 目的地要到了 然後妹妹在等你 好 我覺得劉律師很想要 對 沒有很想要 而且我覺得如果他太太坐在旁邊 應該會非常生氣 太太在的時候 就是要用Google妹 他都說 太太是最好的衛星導航 所以那個是你跟導航相處的 甜蜜時光 對 你會看導航嗎 我會 我很會看 我是一個路痴 但是如果有導航在的話 我就很安心 OK 好 剛剛是小聊一下 他們生活當中 不為人知的一面 對 不論是演員或是律師 你都會發現 他們在生活當中 真的有些地方是很不了解的 好 終於來到 他們應該會比較了解 因為這部戲是法律 雖然它是喜劇 但是法律 只是透過拍戲的過程當中 他們也就涉獵非常廣泛 這樣子好了 今天找兩位律師 不是在這邊講一些 落歌說歌的事情 今天他們真正的身分 是主考官 我們會提出法律常識的問題 都是圈叉題 每問題題 我們 包括我們也來 大家就舉圈叉 然後律師會做出正確的解答 好 答錯太多題的人 會有懲罰 懲罰 好可怕 趕快 我們要一起來答題 來 我們先請 劉律師 來 劉律師 來 我來給大家出這些題目 好 大家不要只是答圈叉 還要告訴我為什麼 來 看那麼硬 一般我們想要賣 例如說我手邊有蘋果的手機 我想要把它賣掉 因為二手機出新的 我是不是有的人就到網路上面 去把它賣掉 所以我們就到這個蘋果的網站 把我這個型號的手機的照片 先下載下來 然後貼在我這個二手網站上 然後也把這個蘋果網站上面 我這個手機的規格 放在網站上 然後這樣子來賣 對 那我想問大家 這樣做對嗎 3 2 1 請舉牌 欸 柏林是不是偷看 對 全部的人都答錯了 來問一下柏林 因為他一臉疑惑 應該不是到網站上面下載 手機的照片 而是拍你自己手機的 那在網站上面下載的照片 有什麼問題嗎 對 那個不是你要賣的那一個食物 我在你的臉書下載你的照片 你這樣有犯法嗎 看你要用什麼 他也沒有要幹嘛 只是要賣手機而已 沒有 因為他賣的話 那不是你要賣的那一個東西 你照片應該要自己拍 你不能拿官方的去拍 而且他也有版權的問題吧 對 我覺得雪芙的答案就比較接近 我想要告訴大家的 我告訴各位 蘋果網站上 或這些官方網站上面 所有的照片 都是他們拍的 都是他們有著作權的 連他們寫這些規格的文字 所以你把它複製貼上 很快的這些官方的 這些公司 就會請律師通知你 來 我要告你違反著作權法 而且是可以處 但實際上真的有告過嗎 很多 非常多 他們這麼難相處 真的都滿難相處的 那譬如說他的敘述 我改幾個字呢 對 妳通常 當然不能只是改幾個字 妳要多改一些字 就多改一些字 多改一些自己敘述的方式 否則的話 他就容易觸犯 違反著作權法 因為這都他們都有著作權法 這個也是非常多民眾容易觸法的 所以這個提醒各位觀眾 好 來 我再來問 再來問第二題 這個也是我們現在 特別這個疫情嚴重 很多人常常發生 大家都知道 如果妳想要將妳的財產 遺產做分配 我們立一個東西叫做遺囑 那到底什麼叫做遺囑呢 是不是要立遺囑 就是要用書面 就是要一張紙 然後在上面寫說 我要將財產怎麼分配 寫好以後 在上面簽名 那這就完成了遺囑 是不是這個樣子 如果覺得是的 請舉圈 如果覺得不是的 請舉插 玉琳哥來我一定收30的啊 30萬喔 對啊 你那個財產那麼多 剛剛我的遺囑高達30萬字喔 超過 因為你可能分配外面的人也很多啊 所以要寫很多條 你知道嗎 所以我在外面不打小孩的啊 怕打到自己的 對 我也這麼覺得 如果你想要將你的財產 遺產做分配 我們立一個東西叫做遺囑 是不是就是要一張紙 然後在上面寫說 我要將財產怎麼分配 寫好以後在上面簽名 那這就完成了遺囑 如果覺得是的 請舉圈 如果覺得不是的 請舉插 有兩位是圈的 有三位是插的 好 我跟大家講答案是插 請問 答案是插 但是我要問為什麼 雪蓁能不能先回答你認為 應該是需要公證人對不對 不一定需要公證人 對 其實遺囑有很多種方式 也有不需要公證人的 那阿喜呢 因為是不是如果是簽名的話 有時候你也不知道 那個人是否在 他的意識清醒的狀況下 然後我之前還有聽過說 就是錄影的 然後對 好像現場還是要有證人 好 告訴各位觀眾就是 其實立遺囑法律有規定幾種方式 各種大概有五種方式 那我講最簡單叫制書遺囑 就是自己寫自己簽名 還有一個要自己寫上日期 所以你沒寫日期 這個遺囑就無效了 然後如果你有發現 發現在寫的過程有錯字 你還得在錯字旁邊簽名 而且還要寫明說 真一字或是刪一字 或是錯一字改一字 你必須要做這樣的記載 不然遺囑就無效 那講這麼多 簡單來講就是 遺囑真的不是自己寫寫 就容易成立 是很容易不成立 所以就像剛才各位的疑問 最好找專業的人 或是有其他的證人 就是這條錢還是要給律師賺 不一定要律師啦 你只要找一個懂法律的人 懂法律就是律師嘛 感謝你給我們飯吃啊 就是那種什麼代書也可以 要不然找法師喔 對 我覺得你找法師是滿適合的 當然我講是真的要專業 因為我們打非常多 遺囑無效的訴訟 非常多的人真的以為說 遺囑就是自己寫一寫 或甚至你講的找代書 或找一個對法律 沒有那麼專業的人 結果呢 將他那個數千萬 或上億的遺產做了分配 到最後被認定遺囑無效 而且他的子女就官司打了大半輩子 是非常可惜的 OK 那我剛剛那一題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題目 演習認真起來了 對 我剛剛真的認真在思考 所以他錯的地方 如果他的任何的形式 什麼都是寫對的 那他也簽名 只是剛剛的問題 是沒有日期而已 只差日期 只差沒寫日期就無效了 這麼嚴格 這麼嚴格 因為法律規定就這麼嚴格 因為不知道你 那個遺囑是什麼時候的意願 對不對 是這樣解釋嗎 應該是說法律強制規定 你一定要寫A B C D E 這幾項 你只要一項沒寫就無效了 你一張遺囑要給你多少錢 幾萬塊 幾萬是幾萬 你要講一下 不是 讓那個節目上 玉琳哥來我一定收30的 30萬 對 你那個財產那麼多 那我的遺囑高達30萬字 超過 因為你可能分配外面的人也很多 所以要寫很多條 你知道嗎 所以我在外面不打小孩的 怕打到幾個 對 我也這麼覺得 我也不敢去孤兒院 因為都是我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題 如果我們想要在網路上面訂購 就是去網拍啊 或是網路購物 買這個名牌的內衣褲 拿到了以後 然後我們就試穿嘛 試穿以後發現 尺寸不合 那依照我們消保法的規定 是不是說 7天的省月期 是啊 所以7天內無條件退貨 對啊 這有什麼疑問嗎 那我就可以把它退了 知道對不對 全貨差 請舉牌 這就是要換 來 有三個人 四個人覺得錯 來 先來 柏玲 你為什麼覺得不可以換 我應該是有條件退貨 應該是你要保留一些什麼 他現在就是只好他穿過 我覺得是有 就尺寸不合 講白也尺寸不合 東西都保留 他就退貨 就是可能尺寸比較小 對 玉琳哥比較常遇到這種問題 沒有 有的女生買到小小的內褲 那不得了 那就卡到陰了 對啊 對 那當然不行 對 就很尷尬嘛 對不對 尷尬了 對 對啊 沒有 我覺得還是有條件 只是我不知道是什麼條件 就他覺得是不對 但是還是 學服你也覺得不行 為什麼 因為他那一褲是私人用品 不能再退貨 對 我也是這樣想 你都試穿過 你怎麼再退給人家 人家也不能賣啊 因為那些東西 譬如說內衣褲 他會寫說貼身衣物 對 他不穿 他怎麼會知道 尺寸不合 可是尺寸不合 那就沒辦法 那你就要先量好尺寸來 對啊 但阿喜覺得可以 我其實也覺得 貼身衣物是最好不要退貨沒錯 可是 因為我們試穿的時候 它裡面可能譬如說 像內褲 它可能會貼一個什麼透明紙 或是我根本就是隔著褲子穿 那是泳衣嗎 那我真的就 啊 泳衣嗎 就是試穿的時候 或者是比一下大小 那如果是奧卡一點 真的要無條件退感 好像 可以耶 而且你們傻傻的 食物上是怎麼樣 食物上是 不是這樣子吧 妳要看誰穿過啊 妳長得不一樣 玉琳哥妳穿過不一定會賣比較貴 會被人家拿去大廟化掉 來 我覺得 我們講了這幾題 我覺得雪芙的法律姿勢非常好 他幾乎都講到核心 你單純就是你喜歡他就喜歡他 不要在那邊扯東扯西 不好說 來 我跟大家說明就是 其實網路購物真的就是7天 賤賞期 無條件免費退貨 而且這一個運送的費用 還由賣家來負擔 但是在貼身的衣物 還有一些客製化的商品 它是沒有辦法退的 那我們一般會退貨就是 我東西退給妳 我賣家重新整一整 又可以拿出來賣 但妳能想像別人穿過的內褲 妳要買嗎 所以這種貼身衣物的我 看誰穿的 你會穿得真好 對 所以一般來講 就是這種貼身衣物 基本上人家穿過 是不希望再被拿出來賣的 所以它是沒有辦法退貨的 這是一個例外的狀況 所以答案是錯的 所以電風扇覺得不好是可以退 對 那我買保健食品回來 吃了以後 覺得不好 那這樣可以退嗎 當然不行退 因為妳已經吃下去了 我吃下去了 對 而且妳覺得不好 是多久覺得不好 通常整罐吃完 整罐吃完之後 妳覺得不好 也說妳覺得不好 多吃三罐 才知道不好 所以都是一些魔鈴兩可的事情 大家覺得好像差一點點 但在法律上 差一點點就差很多 對 在節目上就是想跟大家講說 生活上我們覺得理所當然事情 結果實際上面居然不太一樣 對 所以就有這些問題存在 其實我們劉律師的題目 相當地生活化 而且是我們一般人接觸得到的 對 那個正義的算法裡面 也是類似這樣嗎 比較生活化的法律常識 對 裡面也有一些有趣的 剛剛提到的這種 也有出現在戲裡面 所以他從你戲裡面抄來的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 我都有在看 對 對 好 來 我們大尾律師來出題 好 那第一題問一下 如果你的腳踏車停在路邊 然後有人就把他騎走了 那騎一騎一個小時後 把他放在原處 你後來發現了 可不可以告他竊道罪 Yes or No 321請舉牌 是啊 所有人都覺得可以嗎 可以了 來 我們先問一下學傅 可以對不對 因為他還是有拿走的行為 就算他事後再還你 可是他已經拿走了一個小時 他已經偷了一個小時 那個時間也就是心錢對不對 所以說他不告而取就是偷 就是偷嘛 大家都這樣覺得 你也這麼覺得對不對 也是偷 因為你不知道他那個一個小時 用你的車去做了什麼事情 對 可能去做了一些壞事 學生你也這麼覺得 對 煙熙你也這麼覺得 對啊 就像是如果 我先給你拿一千塊 我過十年之後 不是竊道 再還你這樣子 好 來 答案是全錯 你不能告他竊道罪 其實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我們國家的竊道罪 他說 你要想把它拒為己有 才算是竊道 那他既然拿一個小時就還給你 這會比較像是所謂的使用竊道 或講白話一點 叫做借用 那我只能說 這樣變借用 對 對 我們法律處罰壞人 處罰罪犯 可是不處罰沒品的人 這叫做沒品 不叫做犯罪 他才沒品而已 對 可是像剛剛那個煙熙說的 如果借用十年腳踏車 這個就有點誇張了 就更沒品啊 不是 因為十年太久 這個已經超過正常借用的期間了 所以檢察官其實會去看 你借得越久 越容易變成偷 所以一個小時通常食物上 而且他的主動環放為原初 所以通常不會把它當成偷來看 就只是單純的沒品而已 所以呢 借用 但是不到偷竊 對 所以其實每一個物品 他的判定的標準都會不太一樣 對 是真的不太一樣 來 第二題 第二題 我不想要當家人了 就是我跟我老婆 或我跟我老公結婚之後 我不是跟婆婆變成家人嗎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如果老公往生之後 我不想跟婆婆當家人了 我可不可以跟往生的老公提出離婚 然後呢跟婆婆解除親屬關係 這很難 因為問題就在於說 媳婦有時候要撫養婆婆 所以有時候媳婦不想養 就會問這個問題 來 3 2 1 請舉牌 可以啦 但是要拔成筊 要連續三個聖筊 應該是這個意思 對不對 阿喜 你覺得不行 不是 我在想 不是那個時候 戶口名簿都會寫說 那個人就是已經暴死亡嗎 對 所以他有可能在法律上 他就是不能去執行一些 這種事情的人 所以找不到人離婚嗎 對 沒有這個人可以離婚啊 那託夢呢 那我想一下 我在這邊地服了很久 我這個地服裡 寶貝姐啦 這個問題真艱深耶 我在想是不是應該有點像是 剛剛阿喜說的 因為戶口名簿已經 或者是在他的資料上面已經有證實 他就是已經死亡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證明 然後去比如說護身事務所 或是去哪個單位 然後去申請 就是要離婚 就是說那個人嫁呵呵戲歸了 那他就除... 除疾了嘛 除戶 就是可以有這個證明的話就可以 他除戶 那我也就除戶啊 對不對 好 這個其實是從一個很慘的例子 衍生出來的 有一個女生 她一直被她老公家暴 然後她的婆婆都冷眼旁觀 然後呢 老公有一天就可能報應 就爆死了 就突然就是走了 那因為婆婆沒有任何家人 她就跑去跟媳婦說 你要養我 法律上也是喔 媳婦在某些狀況要養婆婆的 她就覺得說 你以前都冷眼旁觀 為什麼我要當... 為什麼我要養你 結果不行喔 你沒有辦法 你只要你老公往生了 你永遠跟婆婆之間的親屬關係 永遠結束不掉 你就一輩子變成家人了 沒有任何方法 所以婆婆還可以告她遺棄喔 不能告遺棄啦 可是可以告她說 請她付扶養費 那這... 對 你如果被老公家暴 她生前就要跟她離婚了 因為只要她一旦往生 一切都來不及了 離不了婚了 永遠離不了 而且跟婆婆之間的親屬關係 斬不斷了 那如果她在嫁的話也... 就會有兩個婆婆 兩個親屬關係的婆婆 那到底該怎麼辦 就只... 其實你只要... 法律是規定說 同住的婆婆跟媳婦 媳婦有養婆婆的義務 可是如果你不同住就沒有 所以不要同住了 就這樣 那就簡單啊 就是搬家就好了 對 後來我們是建議她搬家 不用搞這麼麻煩 所以她只要搬家 婆婆也不能去要求她 給她撫養費 對 只有同住才有 但是有些人搬不出去 因為沒錢那就真的沒辦法 很生活化 但是也滿難的 滿堅深的 那我們來看第三題 第三題 我不想養小孩了 所以我把小孩丟在警察局門口 請問 這樣會不會構成遺棄罪 來 3 2 1 請舉牌 會吧 有人認為不會 阿喜 因為我覺得 簡大為律師的那個題目 都比較刁鑽 他都是出一些那個 跟你思考相反的 你一個不會坐火車的人 你有什麼資格的 你一個假裝會爬鐵梯的人 我沒有假裝 我只是今天不想爬 是 他沒有吃香蕉 他沒吃香蕉 你為什麼覺得可以 就是把小孩不論丟在哪裡 警察局門口公園或是 就是你不撫養他 就是遺棄啊 對啊 這個好像是滿直覺的 就是很直覺式的作答 是吧 柏林 可以吧 可以嗎 不行啊 所以遺棄嗎 是這個遺棄最成立 對啊 不是啊 是會成立啊 對啊 應該是吧 還是他的陷阱是在 好 對 重點是在警察局門口 或是你要把它換成醫院也可以 有人的地方 我簡介懂了 你懂嗎 我簡介給得到他的意思了 這個遺棄是 這是 有時候都沒說 好像我還在想說 有沒有見證者這樣子 沒有人收 可是他講 關鍵是警察局 或者是醫院對不對 有人收 我沒有遺棄 我沒辦法照顧了 種種原因 警察先生 因為面對面不好意思講 我就放在門口 警察先生就看到 這下班人的小孩就爆了 對不對 醫院也是同樣的原理 所以這不叫遺棄 遺棄是我扔在路邊沒人管 那才叫遺棄啊 那這個會構成什麼樣的問題 對 其實玉琳哥說的是對的喔 因為遺棄罪要成立 阿喜也是對的 可是他是 比較用心機的方式猜啦 遺棄罪要成立 一定要是 被遺棄的人有生命危險 才會構成遺棄罪 所以就算這是一個嬰兒 丟在醫院門口 丟在警察局門口 很快就會有人 來接那個小孩 當然 這個媽媽不道德 可是這個不會構成遺棄罪 這不是犯罪 只是說假設社會 這也是媒品而已 這是媒品 可是一樣 你真的很了解媒品的 這所有行為 我們遇到很多媒品的人 就是犯罪跟媒品 這個事情要搞清楚 單純媒品不會被關 所以這樣子是沒有犯罪的嗎 對 這樣是沒有犯罪 不過 因為媽媽沒有養小孩 爸爸可以代替小孩 跟媽媽提出要請媽媽付錢 付扶養費的訴訟 可是這個並不會成立犯罪 那如果真的爸爸也不在了 社會局也會出手接入 那社會局所支出的費用 也會跟媽媽去索討這樣子 那丟在哪裡算遺棄 通常都是丟在路邊 公園 廁所 這種會比較構成遺棄罪 因為比較少 比較難被發現 不是之前有遇過 丟在公園的垃圾桶嗎 那那個就會構成遺棄罪 因為會造成那個小朋友 生命上客觀的危險 廟口呢 要看是哪一間廟 如果是陰廟 可能就沒什麼用 你有在防守耶 律師很厲害喔 這樣就可以 我覺得這種問題都還滿妙的耶 很妙很妙 其實對我們來講 是還滿好的一個就是知識 就是原來是可以這樣 不是啊 今天就是要考察大家 但是如果對真的 有心人士的話 一起小孩的人 他們可能就會想要這麼做 看了這個節目 然後就會知道 原來我這麼做就可以 所以法律有時候就雙面認 有的人 知法會玩法 對 劉律師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會啊 其實法律它的界線就是這樣 我們告訴大家 刑法處罰都是一個底線 大家沒有跨到這個底線以外 就像他在講 沒品或沒道德 可是沒品沒道德 我們還是不能接受 對 但我們還是希望大家 不要做一個沒品沒道德 只是我們律師能告訴大家就是 最低的那個線就是 會到刑法處罰那個線而已 不是叫大家就只要做到那個線 以上就好 並不是這樣 OK 了解 所以法律其實也可以很有趣 像我剛剛聊的這些事情 很多人都覺得法律很生意 可是我們卻這麼地關注 然後這麼想要去了解各種原因 對 我覺得法律是法律 但每個人內心都有一把 關於良善的詞 然後自己要好好地把那把尺拿好 算好 很重要就是說法律 你如果找一個老師來跟你講 你也聽不下去 紛紛玉碎 所以怎麼樣呢 要包裹一個唐一 就是它有一個很好的劇情 讓你很想看 看得到同時不知不覺 就吸收了法律的知識 地表目前這個作合最成功的 就是正義的算法 正義的算法 對 就是深入淺出 從觀影的樂趣當中 又吸收到法律常識 又有帥哥可以看 又有美女可以看 是 輕輕鬆鬆地 讓大家增長自己法律的健文 對 對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 正義的算法的演員們 謝謝 好 記得收看我們 起點這場影片的同時 也別忘了關注我們 正義的算法 迪士尼PLUS OK 好 謝謝我們的演員 謝謝我們兩位律師 謝謝 謝謝 一共一起 謝謝 謝謝 謝謝